世界上外星最可怕的十种真菌 你见过会流血的蘑菇吗 你见过四十多斤重的菌菇吗 你见过别人还聪明 并且会走一宫的真菌吗 在我们生活中 每天都在与真菌相伴 有些也是平时经常吃到的 而有些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今天要介绍的这十种真菌 它们的形态都特别怪异 有的甚至可以用可怕来行动 仿佛里面住着恶魔 今天就跟着阿军一起去探索 那些外星奇特的真菌吧 那么话不多说 正片开始 第十名 死者手指 学名多形探角菌 这种特殊的真菌 因其酷似丧尸的手 或被烧焦的手指而得名 虽然看起来略带恐怖 但这种独特且略带黑暗的形象 却吸引了无数自然爱好者和摄影师的关注 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 你都可以在森林里找到它的身影 它们躺在腐烂的木材上生长 特别是倒下的树或树桩 看着它们从细小的手指开始逐渐生长 身处分支 仿佛是从森林地面 生起的人类手指的骨骼 这一身带着神秘感的碳黑色 使得人们对它更加惊奇 尽管外表看似邪恶 死人手指 却扮演着生态系统中重要的角色 它们将大自然的有机物分解 回归大自然 并以死目为时 推动自然界的腐烂过程 从而 在森林的营养循环中 起到关键作用 所以说 死者之手 对人类或动物并无害处 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 不过 它们独特的外貌 在历史上 引发了各种神话和迷信 人们总是将其与死亡和超自然现象 联系起来 这无疑增添了其神秘感 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如果 你在野外遇到了死者之手 那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 在欣赏它们的同时 也请尊重自然 别打扰或收集它们 让这些神奇的真君 自由自在地发挥其生态价值 第九名 恶魔学家 学名地心壮烈碑君 是全世界最稀罕的蘑菇之一 这种不寻常的真君 只在美国德州中部 日本的两个偏僻地区 以及麦良山区出现 由于其成熟时的形态 类似五角星 因此在德州 人们也称其为德州之星 这是少数几种 在放出包子时 能发出嘶嘶声的真君之一 它通常 在腐朽的硬木上密集生长 特别是岛福的硬木 圆木或树桩 这种蘑菇 有一个细长的圆柱行径 扩展成一个明显的星星头部 令人惊奇的是 当其还是幼姑时 其形态像一个风口的雪茄 并因此得名 到了成熟阶段 它会张开 并露出一个精致的星星头部 分裂成多个叶片 形态像一只张开的海星或手掌 在颜色上 恶魔雪茄的颜色 随着成长阶段会发生改变 都是从深咖啡色或黑色 变为浅咖啡色或棕色 这种独特的形状和颜色结合 使其成为自然界中 最引人注目的蘑菇之一 尽管它的外观很奇特 但我们对恶魔雪茄的生态学 置之甚少 其生命周期 环境需求和独特的生态角色 依然是个谜 第八名 恶魔之手 这听起来 就像应该出现在恐怖电影中的真君 但正如你所见 这确实有些像恶魔的手 在努力从地狱中爬出来 同时 它得学名叫章鱼鬼比 原产地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946年 英国康沃尔郡 首次发现恶魔之手 之后出现在其他地区 恶魔之手真君 一开始是一颗在地下生长 白色的蛋 随着其成熟 蛋开始破裂 露出一堆鲜红色的触须 向外延伸和扩展 这些细长的手臂 可以生长到十厘米的长度 纤细且通常卷曲 看上去像是在扭动的手指或触须 恶魔之手 发出的恶臭 是这种真君 另一个有趣特征 这种气味 闻起来像是腐肉和粪便的混合物 可以吸引苍蝇和其他昆虫 被这种气味 吸引过来的昆虫 会无意间帮助散播 这种真君的包子 这种能力 确保了恶魔之手种类的生存和繁殖 尽管恶魔之手的外观 有些令人不安 且气味刺鼻 但对人类或动物无害 事实上 它们在环境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通过帮助分解有机物质 并将营养物质回归到生态系统中 其不寻常的形态 和引人注目的颜色 使它成为众多博主 和摄影师的拍摄主题 第七名 火机伪真君 也被称为云枝 因其外观 酷似火机的尾巴 引起了科学家和博主们的关注 它不仅仅外观引人注目 火机伪真君 还拥有多种健康益处 使它成为传统医学中的珍贵成分 并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主题 火机伪真君 在全球各地都有分布 以其色彩斑斓的扇形菌盖而闻名 这些同心环状的颜色 使得它在其他真君面前 显得特别突兀 然而 它还有丰富的医药用途 中国传统医学 长期以来 就认识到了它的治疗功能 以此来增强免疫系统 并治疗各种疾病 现代研究进一步揭示了 这种真君的治疗潜能 它还包含一系列生物活性化核物 包括多糖 黄铜核酚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强大的抗氧化 抗炎和免疫调节性能 事实上 火机伪真君 因其潜在的癌症治疗能力 而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研究人员发现其化合物 可以刺激人体免疫细胞的活性 增强身体对抗癌症的能力 它被作为一种辅助疗法 与常规的治疗方法 无化疗病用 以提高总体疗效 和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外 火机伪真君 还有助于改善肠道健康 菌中的多糖 作为医生员 有助于储存有益的肠道细菌 并促进健康的微生物环境 这可能会对消化 营养吸收和整体健康 产生深远影响 这真是一种 令人惊叹的小真君 第六名 底星科 地星真君 可能是我们清单中 具有最强科幻色彩的真君 它属于囊魔科的地星真君群 因其独特的外观 而备受关注 这个圆球上的口子 能不停地吞云吐物 看着像不像在厕所的你 地星真君 分布在全球各个不同的区域 地星科植物是耐含小能手 可以在较贫瘠的土壤中生长 所以也经常被用到园艺中 这种科目 全世界大约有400种 而我国有21种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温拜地区 在南半球的分布较少 它们通常在地面出现 从落叶 土壤 或已经腐烂的木材中 生长而出 它们成熟之前 是一个封闭的球状结构 常常看起来像个鸡蛋 或者烟雾蛋 随着其成熟 外层破裂 露出内部的包子囊 结构逐渐扩张至星形 这个星形结构 在地星真菌中 扮演了多重角色 在封闭状态下 它保护着 内部正在发育的包子 而当外层破裂时 它会将包子囊向上推出 有助于包子的散播 包子从包子囊顶部的出口被释放 可以被风吹散 或者通过动物和昆虫的活动散播 地星真菌的颜色 依据物种而变化 从棕色和黄褐色 到鲜艳的红色和橙色都有 一些品种的外层 拥有类似天鹅绒 或毛绒绒的质感 这增加了它们的独特性 和视觉吸引力 尽管 地星真菌大多数是无毒的 但因其苦涩的口感 也不被大众食用 第五名 鸟巢菌科 这个名字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趣 实际上 这是一种特殊的真菌类植物 明如其形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鸟巢 种子则像鸟巢里的蛋一样 被安贴在形如纸杯的母体里 保护和孕育着种子 每一个小巢的直径 甚至不超过一枚硬币 不仔细看 还真不容易发现 鸟巢真菌 并非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能量 而是通过分解有机物质 进行营养摄取 因此它们经常出现在腐烂的木头 小树枝 树绝碎片上 偶尔也会在动物分辨上 在乡村等人际罕至的地方 你甚至可能经常会遇到它们 鸟巢真菌科下属有数个种 包括白蛋朝军 黑蛋朝军 红蛋朝军 和鸟巢菌树 它们的名称 与种子的颜色相对应 看着这些黑白色的包子 让我都想拿几个 当作无子棋的棋子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鸟巢真菌 除了是一种独特的生物现象 它在中华本草中 还记载为一种中药材 被认为能见味止痛 缓解胃部胀气 和消化不良等症状 如果你在野外偶遇这个小生物 那真的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因为鸟巢真菌的经济价值 极其高昂 目前市场上鸟巢真菌的价格 高达400元人民币一金 第四名 初学持菌 它的菌盖上有许多鲜血般的液体 人们一直以为 是森林中受伤的动物 流下的鲜血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从自己的气孔中 渗出的液体 然而 自身也并不生产这种液体 具体来说 是森林地面太过湿润 水通过渗透液到蘑菇中 小水滴在蘑菇的盖子上形成 蘑菇内部 有一种色素 使之变红 当它未成熟时 它是明亮的红色 它变老的时候 色素会沉淀 使之更像鲜血 据研究 这种蘑菇的发源地之一 位于太平洋西北部 通常在晚夏到早秋的时候生长 在这个蘑菇的底部 没有褶皱或菌孔 事实上是一些小刺 包子可以从这些小刺里出来 它们会到达其他富含营养的森林 如果你想找到这种菌味 最好是去树林茂密的地方 苔藓越多越好 这些苔藓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这些蘑菇特别喜欢这个 血齿菌虽然不具有毒性 不过这种蘑菇味道很苦 对于馋嘴的人和动物极度不友好 科学家经分析发现 血齿菌渗出的亮红色液体中 含有一种被称之为 Atrimentin的抗凝血剂 拥有与天然有机抗凝血剂 甘磷脂类似的特性 也是一种抗细菌物质 据说能用于治疗普通的肺炎 这种蘑菇还包含一种叫做 Cyloforic acid的化合物 可以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 第三名 梅溶菌 这个看起来像是发霉的呕吐物 被放入蒸锅中进行蒸烹 随着蒸气的跳跃和旋转 会让人丧失一切食欲 当我对你描述这些的时候 我希望你并没有再享用美食 回到我们的主题 梅溶菌是世界上 最早被记录的年军之一 最初被记载在唐代的 本草诗意中被称为鬼粪 后来李时珍在他的作品 《本草纲目》中引用了他 鬼粪生于阴氏之地 其形如粪 颜色类似于地前 呈黄白色 鬼这个字是对他的描述 因为正如他的名字 梅溶菌的出现和消失 都无影无踪 平日里 他隐藏在各种湿润的缝隙中 如腐烂的木头 泥土和落叶中 不停地吞噬微生物 和其他食物颗粒 以增长其体积 梅溶菌特别怕酷热与干燥 只要环境的湿度较低 他就可能一直隐藏在物体的底部 它们偏好湿润且充满光照的环境 当繁殖器到来时 质团中的所有细胞 会自发地收缩 拒结一团 形成黄色 类似海绵状的质团 随后 这个质团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变硬且颜色变深 逐渐形成 一整个腹囊体的成熟子尸体 内部充满了包子 风一吹过 这个质团 表面浅色的皮层就会破裂 释放出内部的灰黑色包子 此时的它看起来酷似一堆土 一般人并不会引起注意 这就是它去无踪的真理 然而 最神奇的是 这类属于年军的生物 还有一项超能力 那就是破解迷宫 你只需要把食物放在迷宫的出口 它们就能够计算出一条最短的路线 来达到食物的位置 这种数以千万计的年军 能够达到统一行动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这不禁让我们 对这些外表不怎么称心如意的小家伙 改观了一些 第二名 梅尔 从画面上来看 你可能会有一种错觉 它们就像是 被进入了水蜜桃枝叶中的蘑菇 但是 真实的情况 却是否如此呢 梅尔遍布环北带地区 我们可以在北美洲的东部 北非 欧洲 以及亚洲区域的各处 采集到它们 它们通常 生长在树桩和腐烂的硬木上 成熟的梅尔 冒布成粉红色 质感像胶一样 表面带有纹理 光照强度和颜色 对它们的生长过程 有着显著的影响 它们会影响到梅尔的大小 形状 以及紫实体的颜色 梅尔 在出现初期的菌丝 会分泌 一种红色或橙色的液态物质 梅尔属于腐生的真菌 意味着 它们会通过分解有机物 来获取营养 梅尔可以呈散布状态 也可以以树状的形式 生长在菩提树 蜂树 或者榆树 等硬木物种上 在欧洲 它们甚至 可以生长在欧洲七叶树上 梅尔再叫寒冷 潮湿的天气下 才会成熟在美国 这个季节 通常处于春天到秋天之间 至于英国和其他欧洲的地区 这个季节 则会延长到秋末和冬季 梅尔的生长 依赖于近红光的可见光谱 这一点 不同于其他真菌 需要的蓝光 在红光 黄光 或绿光的照射下 梅尔才能接触此尸体 而如果只有蓝光 梅尔则无法成长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梅尔已经被列入了保护民部 其生存状况属于极度宾威 或禁威 在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以及立陶宛 梅尔已经出现了 区域性的灭绝 他们是匈牙利 35种受保护的真菌之一 任何形式的采集行为 都被视为违法 最后 说到最重点的味道 据说 它会散发出橘子的香味 其内部多糖含量 高达22% 国内在2022年才开始种植 现在市面上应该不多 第一名 巨大马波 如果你不知道 本期视频的主题是真菌 仅仅只是从视频中来看 我想 绝大多数人 都会以为是面包 或者巨大的馒头 这种动辄十几斤的大馒头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一顿能吃几个呢 据说 目前发现最大的大马波 有1.5米长 二十几公斤重 并且 就算是正常大小 都有篮球那么大 这一家伙中医上 也有一定的医药价值 组织咽喉肿痛 咳嗽失音 吐血溢血 珠疮不脸 它们在森林茂密的国家 有分布 在中国的云桂川 和一些西北地区 也有分布 如果你想去采摘 可以在雨水充沛的地区 每年的七至八月 去试试运气 不过这个东西 国内其实挺多的 目前价格 大概在三十多一斤左右 所以 也不算特别贵 好奇的话 可以去买点尝尝 据说 它的味道 也对得起它的体型 有吃过的人 形容说 比黑松露都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真本 评论区有吃过的 告诉一下具体啥味道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这些奇特的真军里 不知道你们都吃过 或者见过几种呢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经历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阿军 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着你的批阅 好了 那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